不动产借贷媒合平台IMB诈骗案 警方展开第三波的搜索追踪账款 这一次大动作约谈了公司的大账房协理严妙珍 还有行政人员以及原始债权人 总共是16个人到案 而征讯过后 IMB新竹营运处的处长陈正中 因为涉犯诈欺还有违反银行法遭到申请羁押 有原始债权人被预令100万元交保 一度筹不出钱 当下急着大喊自己也是受害者 穿着蓝色外套戴着斯文眼镜 调查局人员走前面 他还左腕右拐想闪避镜头 IMB不动产借贷媒合平台 第三波搜索最重要的人是他 新竹营运处处长陈正中 征讯过后被认为涉犯加重诈欺 违反银行法申请羁押 右转右转这边 紧张到左右不分 IMB协理严妙珍已经是第二次被约谈 IMB记账往来金流都过他的手 是检调追踪赃款金流重要的人物 大账房 二度征讯过后60万交保后传 原始债权员一共4名被约谈盗案 走在最前面的潘空黄 征讯过后100万交保 筹不出钱 他急哭大喊 我也是被害人 最后改限制住居 另外一名原始债权员 陈佑里100万交保后传 除此之外 IMB就连行政主管赖彩彤 都9万元交保 上上下下 检调全都是问了再问 反复比对 臭丝剥茧 原本应该当媒介 仲介金主跟借款人的IMB 居然直接收钱 甩开媒介的角色 被检调认为违反银行法吸金 一连三波搜索 让组织犯罪成员结构 逐渐浮现之外 也要追将近25亿诈骗犯罪 所得的最终流向 记者综合报道